一档从开播的当天 就引爆了社会话题的犯罪真人秀电视节目 有些人把他称为电视新闻的良心 毫无保留地给予了赞美和支持 有些人却抨击他 违反了新闻报道的最根本原则 甚至在最后还提出了上亿美元的天价赔偿 大家好,我是Jason 今天让我们来了解著名的电视犯罪节目 抓住掠食者 还有他的戏剧性停播背后的故事吧 2004年的11月11日 在电视机前收看美国NBC电视台节目的观众们 被荧幕上发生的荧幕给震惊了 一名男子鬼鬼祟祟的来到了一处民宅 试探性地拉开了大门之后 一个听起来有些稚嫩的女性声音 就从房间的深处传来了 请求男子在客厅稍微坐一下等他出来 在确定自己真的走了桃花运之后 男子露出了放心的笑容 走进客厅坐下了 全然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已经被隐藏式摄像机给记录了下来 等男子坐定之后 从房间里走出来的 却是一名叫做Chris Hanson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他披头盖脸的质问面前的男子 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刚刚进门的男子满脸惊恐 连忙解释说自己只是来见一个朋友 也可能是被人恶作剧给戏弄了 不过很快的主持人拿出的一叠文件 就无情地拆穿了男子的谎言 那是他不久前在一个网络社区里的聊天记录 上面显示他和一名女性展开了热火朝天的交流 很多话题的尺度都非常的大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露骨的 其中还夹杂着男子发送了很多不堪入目的照片 最后聊天的双方还商定好了 就在这个时间来女方的家里见面 如果这些对普通的网络恋人之间的聊天 那么哪怕内容再出格 旁人也没什么可以指责的 但是如果仔细地查看这份聊天记录的话 就能发现里面的女性一方 从最开始就说明了 自己只有13岁 而男子在装模作样的客气寒暄了几句之后 几乎就直奔主题地开始了各种下三路的话题 甚至还发送了自己的不雅照片 开始幻想着各种和女方的互动 这种行为的性质就不是普通网友之间的聊天 而是涉及到犯罪了 而这名男子呢 无疑就是在网络上徘徊着寻找猎物的所谓的掠食者 而且还是最恶劣的那种 面对着主持人拿出的证据 还有一连串的质问 男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开始结结巴巴地请求原谅 然后站了起来 急匆匆地离开了房子 上车逃跑了 令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惊讶的是 展现在他们眼前的这一幕 并不是之前看惯了的 有演员对于已经侦破的犯罪事件的重演 也不是记者扛着摄像机记录下来的 警方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抓捕行动 而是由电视台方面设计 并且实施的一次被称为 To catch a predator 抓住掠食者的真实网络钓鱼行动 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由事先安排的 多部隐藏式摄影机记录下来的真实场景 节目组先是选定一个看起来 没有任何特别的名宅进行了精密的布置 然后几名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注册了一些个人资料显示 只有12或者13岁的少年男女的ID 在热门的聊天室里充当诱饵 很快的就有不少的人上前来搭话 其中那些目的不纯的人也开始渐渐地显露出了自己丑陋的真面目 虽然在他们当中有的人简单鲁莽直奔主题 有的人则是怯懦狡猾小心试探 但是无一例外的是 当他们确定在聊天的另一端确实是一名涉事未深 容易下手的目标之后 就会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毫不犹豫的前来赴约 在第一季的抓住掠食者节目当中 在仅仅两天半的时间里 就有18名男子来到了设置在纽约州的Best Page村的幼儿屋当中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甚至是从几百公里外跨越了几个州界 开车接近10个小时赶来的 真的可以说是相当的疯狂了 而这些人在到达之后 基本上都会被突然出现的主持人Chris Hansen吓一跳 稍作辩解之后就逃之夭夭 当然节目组肯定不会就这样放任他们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的 他们的资料在拍摄结束之后 全部都被交到了警方的手上 当中的很多人在之后都被逮捕判刑 有些还终身被登记成了性犯罪者 这档令人耳目一新的犯罪调查节目播出之后 立刻就成为了当年的爆款 2004年的时候 虽然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还没有诞生 接受新事物比较快的年轻人们 就已经在用电脑和英特网开始了网络社交 一些嗅觉敏锐的犯罪者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新兴的社交网络 由此而发生的惨剧开始逐渐的增多 家长们对于这种情况 还有他们不太熟悉的新技术也感觉越来越焦虑 抓住劣势者节目可谓是把他们的恐惧具现化的展示了出来 荧幕上那些平日里友善的邻居 服务员 消防员 甚至是小学的老师 居然都会暴露出如此危险又丑陋的一面 真的是震惊了很多的观众 他们迫切地希望看到更多 了解更多 于是一夜之间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这档节目 主持人兼节目制作人Chris Hansen 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罪恶客星 于是趁着这股热潮 NBC电视台在接下去的2005和2006年 又快马加编地推出了第二季和第三季节目 第二季的钓鱼地点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 三天的时间里就有19名男子来到了钓鱼小屋 第三季的行动地点呢 则是来到了加里弗尼亚州 在三天的拍摄当中 有19名男子落入了罚网 随着经验的增多和拍摄技术 社会协调能力的成熟 节目当中的内容 还有抓人眼球的设置也开始丰富了起来 在第一季的节目里 房子里等待的是一名外表成熟 但是声音年轻的女性 她一般不会露面 只靠着声音呼唤 让前来赴约的男子进屋 而从第二季节目开始 就由一些身材娇小 并且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成年演员 来扮演幼儿了 他们会把前来赴约的男子迎进屋子 有的时候还会简单地进行一些问答互动 让这些居心不良的人 更加彻底地暴露在了镜头之下 然后才是经典的主持人出场 和这些嫌疑人进行对峙的环节 不仅如此节目组也开始和当地的警方密切地合作 在钓鱼期间 房子的外围都会有不少的警察守候着 当这些上钩的掠视者发现被骗 狼狈地逃跑出房子的时候 等待着他们的 往往是一拥而上的警察 还有手铐 这些戏剧性的环节 无疑极大的增加了节目的效果 不过真正吸引观众们的 还是那些形形色色的掠视者们 毕竟他们才是这档节目的灵魂 是不领薪水外加本色出演的主角 比如说其中一名叫做Marvin的男子 一直以为自己在和一名少女聊天的他 没有任何戒备地前往了钓鱼用的小屋 可能因为太兴奋了 他在进门之前就脱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 一丝不挂地走进了客厅 然后迎头就撞上了节目的主持人 面对主持人提出的你在干什么的质问 他脸上尴尬又恐慌的表情 可谓是节目的名场面之一了 之后他匆忙地穿好衣服逃出了房间 不过很快就被守在周围的警官们暗犯在地了 他被登记成为了性犯罪者 判处了五年缓刑 然后被驱逐出境 遣送回了自己的祖国 根据网络上能够搜到的记录显示 虽然在节目播出之后 Marvin的家族就和他断绝了所有关系 但后来他还是在家乡的一间药店找到了工作 并且在2020年结了婚 不过Marvin并不是第一个在节目上脱衣服的气派 在节目的早期 还有一名叫做John Kelly的43岁男子 他从在网络上和伪装成诱饵的工作人员谈话 到兴冲冲地赶来钓鱼用的小屋 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脱的只剩了一双袜子进了屋 之后呢就是例行地被主持人质问 无意义地辩解 然后落荒而逃的情节 因为这是在节目的早期 并没有与警方合作当场抓捕的环节 所以他成功地离开了 但是令人吃惊又气愤的是 这个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教训 在逃离不到24个小时之后 他就又现身在网络聊天室里寻找猎物了 而他呢也再一次地被伪装成少年的工作人员发现 和他搭话 并且邀约他在一个麦当劳快餐店见面 当然在那里等着他的 还是节目主持人Chris Hansen 可以看出在不到24个小时里第二次抓住他 主持人都觉得相当的无奈和不可思议 节目播出之后 这样被警方逮捕 并且被以五级重罪的罪名指控 后来被判处了两年监禁 外加缓刑守行为 不过在两年之后 他就再一次地因为在公园里面暴露身体 而被捕入狱了 除了这些 看起来就生龙活虎 经历旺盛的掠视者之外 一名残疾人居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那就是26岁的男子Dustin了 当他从车上下来 出现在钓鱼小屋外面的时候 不管是充当诱饵的演员 还是在附近看着监控录像的主持人 都有一些懵了 因为Dustin是一名脑瘫患者 他需要依靠拐杖的辅助 付出极大的努力 才能摇摇晃晃地移动自己的身体 可谓是每走一步都很费力 那副可怜的样子 真的能让任何第一眼看见他的人 都伸出一股同情的感觉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内心的扭曲 还有利用便利的互联网犯下的罪行 可是一点都不比其他那些人差 甚至可以说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首先他通过聊天 和装作诱饵的工作人员之间 发送的信息 比其他人都要露骨 甚至在听到工作人员说 自己家还有一个八岁的妹妹时 他马上就打起了歪主意 在被捕之后 警方还从他的家里 翻出了海量的非法音像制品 后来他被确定犯有重罪 判处了五年监禁 并且需要终身接受社区的监管 这个判决结果 比节目中的大部分人都要重 他的恶劣程度 由此就可见一斑了 正是因为曝光了这些 形形色色的劣势者 这档电视节目的每一季 都维持着很高的热度 在观众当中的口碑也非常的好 不少家长都说 利用从节目当中学习的知识 还有技巧 他们更能保障家人的安全了 不过既然有叫好的 那肯定也有骂娘的 首先就是作为同行的ABC电视台 就不止一次的在自家的节目里面说 记者的工作应该是真实的记录和报道新闻 而不是自己参与进去制造新闻 所以NBC电视台的这档节目 是违反了新闻伦理的 一些法律界的人士 也对于节目里钓鱼执法的做法 发出了质疑 他们觉得很多前来赴约的人 虽然内心当中有那些不好的欲望 但是他们有可能一生当中 都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进行压抑和控制 而正是在聊天室里 伪装成诱饵的那些工作人员 在聊天当中刻意的去挑逗和诱导 才造成了他们后面的行为 所以这样的节目应该被谴责 在这样的争议声当中 节目进入了第四季 当时谁都没有料到 这样一个爆款的电视节目 即将以惨烈的方式迎来它的终结 2007年的11月 节目在德克萨斯州的Murphy市 选定了一处僻静的街道民宅作为钓鱼地点 按照之前陈述的经验和套路 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就有25名男子上钩前往了这个小屋 等待着他们的也是满满的惊吓 以及被警方当场逮捕的命运 和之前的三季节目比起来 这个战果也算是非常丰富的了 但是主持人Chris 还有几名主要的负责人却并不觉得满意 因为他们知道一条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鱼 已经近在眼前了 但是却迟迟的没有咬钩 他的名字叫做Bill Conrad 是当地的一名检察官 Bill的人生履历可谓是金光灿灿的了 从小他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智力 还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靠着天赋和努力 最后他拿下了法学的博士学位 从1980到2002年的22年间 他都是考福曼县的地区检察官 被誉为辩护律师的噩梦 在法庭上作为控方的他 总能够旁证博引各种案例和法条 让辩方律师哑口无言 职业生涯当中 他曾经把海量的罪犯送进了监狱 后来他为了代表民主党竞选地区法官 而辞去了检察官的职务 没选到后来竞选又失败了 导致了他的失业 好在2006年初 他在德克萨斯州的Rockwall县得到了机会 重新成为了地方首席重罪检察官 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职业道路上来 不过在旁人看来 Bill的人生也并不是非常完美的 首先就是他的性格比较孤僻 似乎没有太多的朋友 而且他一直都过着单身生活 没有建立家庭 也没有子女 这多少都算是有些遗憾的吧 不过在私下里 Bill却显现出了对于年轻男性的兴趣 在抓住掠食者的这次德克萨斯州的行动当中 一名伪装成14岁少年的工作人员发现 聊天室里的一名男子 对他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兴趣 之后他们之间的聊天话题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胆和露骨 而就在扮演幼儿的工作人员和这名男子周璇的时候 旁边负责调查的专家惊讶地发现 对方的ID信息 还有后面绑定的几个邮箱账户都证明 他的真实身份就是地方检察官Bill 这个信息让整个节目组一时间都热血沸腾了 如果能够成功地钓鱼Bill 并且给他定罪的话 估计能够成为年度新闻吧 于是他们立刻指示聊天的幼儿 给Bill发出了见面的邀请 但是在之后的几天当中 Bill完全无视了幼儿发出的见面邀请 最后甚至玩起了消失 对于这边发去的信息不再做任何的回应了 2006年的11月5日 是这次钓鱼行动的最后一天 负责跟进这条线索的工作人员吃惊的发现 Bill不知道是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还是已经知道了节目组正在德克萨斯州进行钓鱼行动的消息 他开始删除网络账号上的个人资料还有信息了 这样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可别瞎忙了一大圈 把最大的鱼给弄丢了呀 于是他们立刻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当地的警方 很快的一对警员就赶到了Bill的住处 从停在门口的车子 警方判断Bill应该是在家的 但是敲门却没有人回应 警方找到了Bill的电话号码 拨打过去也没有人接听 从窗户网里面看去 客厅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警方担心Bill可能正在家里 销毁和删除自己的犯罪证据 于是他们开始申请搜查令 十几分钟后 一名法官签发了搜查令 一对全副武装的特警 还有NBC电视台的设置组也赶到了 下午的三点钟 随着一声令下 警方强行打开了Bill家的大门 冲了进去 然后开始分头搜索 几分钟之后 一对搜索的警官在走廊的尽头遇到了Bill 他用有些模糊的口齿说了一句 我不会伤害任何人之后 就拿起了手中的枪 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尽管被用直升机火速地送去了医院 Bill还是在一个小时之后被宣告死亡了 这场因为抓捕而造成的犯罪嫌疑人的死亡 马上就造成了轩然大波 虽然不少人觉得Bill就是畏罪自杀的 作为检察官的他明白 自己的情况有多么的严重 为了逃避制裁 还有社会的谴责 他才选择了自裁 但是这档电视节目 还有警方执法师的诸多不严谨 也给了攻击者大量的口识 首先就是警方在突击之前 虽然拿到了搜查令 但是因为时间紧迫 忙中出错 上面的时间还有地址信息都有错误 这样后来的破门突击行为 看起来不那么合法了 而且很多人质疑 这次钓鱼行动当中 警方似乎对于电视台的指挥 过于的言听计从了 就连提交给法官的证据 也有很多并不是警方搜集的 而是由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搜集整理的 这当中就无法排除人为修改 和断章取义的可能性 那名签署了搜查令的法官后来表示 如果他知道面前的那些证据 是这样的途径得来的 他是根本就不会签署搜查令的 在之后对于Bill家的搜查当中 警方确实在他的电脑 手机还有家里的光碟上 找到了大量的色情内容 其中的一些男性看起来也非常年轻 但是在把证据提交给了当地的检查机构之后 检察官表示 因为那些内容里的男子都没有露脸 很难判断具体的年龄 所以不能当成认定Bill有有违法行为的证据 不仅如此 当地的检察官还表明 在这次钓鱼行动当中 被捕的大部分人 以及和他们聊天的幼儿人员 在进行聊天的时候都不在当地 所以检方是没有管辖权的 不仅如此 他们还指责说 警方在进行逮捕之前没有做好必要的调查工作 所以很多的逮捕都是非法的 最后这次行动中被捕的25人中 只有两个人受到了更进一步的指控 剩下的23人全部被释放了 后来很多人都猜测 这是当地的检察部门为了维护自身形象的说辞 同时也是对于警方还有节目组 害死了他们一个同事的报复 不仅如此 Bill的妹妹事后面对媒体时表示 他的哥哥根本不是什么畏罪自杀的嫌疑人 而是被电视台和警方共同设计逼死的受害者 2007年底他正式提起了对NBC电视台的起诉 要求1.05亿美元的赔偿金 2008年的6月 电视台和Patricia达成了和解协议 至于电视台具体赔偿了多少钱 至今依然是一个秘密不得而知 因为这起事件造成的巨大冲击 加上电视节目的名气越来越大 很多网络掠食者也变得更加小心和谨慎了 导致后来的几次钓鱼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几天的时间里只抓住了7名男子 所以在2007年的11月28日播出了最后一集后 抓住掠食者节目宣布正式完结了 之后主持人Chris又分别制作了 抓到骗子和抓到身份窃贼两档节目 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2013年和电视台解约之后 Chris也开始进军网络 2015年开始 他制作的Chris Hansen大战掠食者的节目 基本上就是复刻了之前 抓住掠食者的所有套路 而这档节目一进播出 也立刻成为了爆款 每一集的播放量都是好几千万 证明观众们对于这种 和犯罪者面对面对峙的节目形式 还是充满了热情的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次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